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哎呀,说到王一博 这小伙子可真是个话题人物啊 最近他发了个声明 那可是相当严肃的 说的是关于赛车场的事儿 咱们都知道 王一博不仅是舞台上那个酷炫的舞者 也是赛道上飞驰的赛车手 但是,赛车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可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一个不小心,后果可就严重了 所以,王一博这次站出来 大声地说 各位粉丝朋友们 咱得讲规矩啊 赛车场不是随便逛的游乐场 那些禁止区域 咱们可不能擅长 这不是为了谁 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包括你们自己 赛车 那是带着生命危险的运动 安全意识 咱们每个人都得有 不管是看的还是开的 他这番话 说的可真是在理 毕竟 赛车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死死宿 一个小小的失误 可能就会造成大大的伤害 王一博这是在提醒大家 别因为一时好奇 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 那可真不值当 然后呢 王一博还提出了解决方案 线上线下两手都要硬 线下吗 加强安保 严防死守 不让带拍啊 不相关的人员混进来 一旦发现有人违规 直接报警处理 从耕耳上掐断这个隐患 线上呢 呼吁大家伙儿 对于那些带拍的图片视频 咱们要做到不转发不传播 尊重人家的私人时间 也是尊重咱们每个人的安全 这波操作 可以说是既理智又暖心了 不过 说到王一博 最近还有个好消息 就是在咱们江西卫视那儿 追风者在6月13号要开播了 听说为了迎接这档节目 江西好几个地方的景区 那是相当热情 纷纷喊话 为若来王一博在剧中的角色 江西欢迎你回家 这正是 可真是排面十足啊 江西的小伙伴们 特别是王一博的粉丝 听到这消息 估计心里跟开了花式的 要知道 王一博不仅在舞台上光芒万丈 在电视剧里也是演技在线 这次的新剧追风者 听说既有热血又有温情 简直是让人期待满满 总的来说 王一博这次的声明 体现了他对安全的重视 对粉丝的负责 也展现了他在面对公众事件时的成熟态度 而追风者的即将播出 又让他与江西这片土地 结下了不解之源 这不仅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也让人们对他的新作品充满了期待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王一博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舞台上 赛道上 还是在屏幕前 都要做一个有责任感 懂得尊重他人的人 这样的王一博 怎能不让人喜欢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打开小铃铛 打扎 一 Lan 这么 雷 雷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